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的集中隔离点 就在昨天1312套集成房屋从河北唐山印第此地 一天之内5G通信基站及建成投入使用 300名电力工人连夜施工保障电力供应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见证了中国速度 下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一座占地500亩的集中隔离点如何拔地而起 在这次集中隔离点建设中 混凝土施工是最基础的环节 在混凝土施工环节中 如何体现中国速度 又是如何开展相应的环节 让我们认识混凝土施工的负责人卢老师 卢老师 请您介绍一下混凝土施工如何开展的 又是如何体现中国速度的 混凝土的开展呢 就是说这个场景首先是要平整 平整压实以后达到的压实施工要求 然后呢进行标过的测射 然后是那个模板的搭设 然后胶住混凝土 镇倒 然后是磨面 然后是覆盖养生 是这么个流程 在这个环节里 是如何体现中国速度的 就是说咱隔离点的这个建设呢 时间非常紧 用正常的时间 就是说按照理设设的时间 应该需要十千左右 咱们现在呢 可能需要这三千左右就把它搭设完成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咱们是24小时不停的 设备人员 设备就是这个设备一直在运转 然后在这个人员呢 是软板进行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基本成型的活动板房 未来活动板房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请相当负责人去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好帮我们介绍一下 未来活动板房会是什么样子呢 现在是这样 就是咱们所说的区域 是基本成型的区域 目前呢 这个活动板房基础 包括活动板房 基本上已经安装到位 剩余的是一些水电部分的安装 成型之后呢 能够确保每人一间房屋 每间房屋里边配备独立的卫生间 独立的这个洗浴设施 包括床入 被罩等相应的设施 并且增加了一些WiFi功能 保证咱们这个民众 在疫情期间 也能够正常的过得舒服一些 下面就让我们换一个视角 从空中看 正在建设中的隔离点 今天上午干了哪些活儿啊 打面 打杨灰 水泥 打水泥了 也是匆忙吃一口饭啊 我看您身上这个 还有一些灰都没有洗掉 对对对对 反正简单的吃一点吧 也挺好 时间什么也是挺紧张的 觉得没有时间去 对对对对 还有好多活儿等着的 下午还要做哪些工作呢 一样还是那个找面找瓶工作 反正大概已经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现在大概两个晚上两个白天了 今天是第几天了 第四天了 第三天 有没有跟家人聊一下 自己工作的情况呀 没有时间 顾不上 晚上一直工作 飞机浪漫 顾不上聊天 没有时间聊那个 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在武汉见证了中国速度 一年之后 在石家庄我们再一次见证中国速度 此时此刻让我们同志共济 愿石家庄早日回到过去的模样 巡回当初的烟火器 河北加油 石家庄加油 石家庄加油 河北加油 石家庄加油